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家人对他的车迹也非常放心 这次他的车被查的时候 老婆就在一边并且安然自若 据说这次开车就是为了去丈母娘的家里 那边说饭已经做好了 让快点过去 于是胡某就拆掉牌照 把油门加到了155 但是没想到半路被交警拦了下来 这时警察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而他此时此刻也意识到了危险性 一不小心就可能车毁人亡 并且车上还有自己的妻子 胡某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最后由于无照驾驶 没有挂车牌 超速三项被罚款2700元 同时需要拘留5日 但是考虑到车主是残疾人 生活自理能力弱 只是罚了点钱就了事了 小编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